台湾的疫情趋缓 国内职棒率全球之先热闹的开打 让全球的球迷呈现 而在后疫情时期 国高中棒球联赛也随着而来 长期赞助花东偏乡棒球队的瑞颖公司企业 特别邀请所赞助的台东北南 桃园以及花莲三名玉里高中四校的球队 在玉里高中棒球场举办国高中棒球交流赛 并且邀请各球队的教练团参与活动 并且指导学生球技 后防疫时期 由瑞颖公司长期赞助的台东北南桃园 以及花莲三名与玉里高中四校棒球队 这周末特别在玉里高中一地训练 同时进行一场交流赛 接着这一场交流赛 各校选手们彼此切磋交流 而四校棒球队教练也特别组队 和学生联队进行了一场对抗赛 职棒退役的选手宝刀未老 但是学生联队也不是省油的灯 两队对抗精彩刺激 花东两地为台湾后山 比赛机会相对少 瑞颖公司董事长陈伯峰 特别出资安排所赞助的校队 一地训练 并且伴侣赛程 增加选手们的比赛经验 而全程参与的公司少东 陈瑞斌表示 积极赞助偏乡学校 强化棒球软硬体设施设备 让在地选手们也能就近发展 讲下来其实他们其实都不错啦 因为第一个就是三年级的都毕业了 所以三年级基本上都没有在这边 然后现在就是让一二年级好好的训练 然后给一些比较不常上场的球员 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上场 然后看看他们现在实力状况 那同时预告把他已经招生未来的一年级 找了15个过来 教练也同时看看这些他招的人 到底适不适合 然后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重新考虑 或者看哪边不够 还可以再继续补强 在瑞隐公司企业长期赞助下 也让花东两线这四校棒球队蓬勃发展 玉里高中近几年 在全国各大小棒球赛事中都有不错的成绩 校方特别重视 再加上各界赞助支持 不论在设施设备 乃至于师资教练也都全面优化 那玉里高中得练独后 在校内有这么棒的一个球场 那我们目前也有三位专任教练 那包含了很多的比赛经费等等 也都很多有心的 这个企业人士来赞助 包含我刚刚讲的陈伯文董事长 包含了八番云集的叔叔姓 叔老师 还有我们玉里当地的后援会 等等这一些 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孩子可以不需要花大钱到西部去 就能够在当地 这四所国高中都能够大家来联力 彼此增加感情 那也能够增加彼此的一个球技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即将在七月底调任的玉里高中校长江耀琪 特别感谢瑞影公司 玉里高中棒球后援会等各界的支持与协助 提供偏向棒球选手们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 即便花东两地资源不多 但也希望借着这两天的交流赛 校队选手能够相互切磋交流 强化球技 增加自己的比赛经验 记得是玉兰 玉里采访播到